按给读取并且输出到我们的Console里面的话 那第一个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Member档案 不过特别注意哦 你在下载的时候 请记得就是说 好像如果直接按右键把它下载的话 它好像会是变成Doc档的样子 DocX 记得你要把它打开 再把它档案下载 选下载 这个格式 他请各位用那个TST 不然的话你如果用Word档开 在那个Python里面呢 会有问题 除非你要再引用 其他的那个外挂 类别才有办法去 开启Word 因为Word又是另外格式形态 它不像纯文字那么单纯 所以请各位就是 下载格式的话 请用那个TST 那下载之后的话呢 在这下载中显示 它会放在这边 不是这个 所以这个把它 你会发现 哇 用Doc 它突然膨胀这么大 因为里面有一堆的规范 一堆的东西 所以这个不要 把它删掉 我们用上面的这个 打开 打开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里面相关资料都出来了 不过呢 在开档之前 请各位注意一下 它里面 虽然表面上看到 就是它的资料 可是里面有一些规范 是 会放在它的那个 就是最前面 但是最前面 我们看不到 它前面有一些 它这个档案的一些 相关规范 那我怎么知道说 这个档案规范的是 哪一种编码方式 所以你按 另存新档 另存新档之后的话 请各位看一下 它的编码方式 另存新档不是真的叫你编码 就叫你那个 另存新档 主要是要看这个东西 编码 那其实一般如果你在处理 无论是Python 或者是其他像以前那个 PHP Java 其实都有乱码问题 为什么乱码问题 我是觉得主要是跟微软比较有关系 因为其他阵营都用这个 Youtube 8 但是就是 微软就是 比较 比较不合群 其他不合群 因为 它很大 那你为什么 我大家都 其他人都改了 然后微软你怎么不改 我干嘛跟你一样 我很大 我大我干嘛 我要走不一样的路 应该是你们要跟我一样 不是我要跟你们一样 是不是 这行业话有 有点对 但是好像感觉 所以它慢慢市场就不见了 一样的大 人不能因为很大就会越来越自大 慢慢就变小了 对不对 看下个礼拜应该就知道了 没有别人 那其实当然这东西就是这样 所以规范里面的话 如果你今天 假如是 一般其他阵营都 用UTF-8 所以不管你用其他自由软体 你用UTF-8 都不会有乱码 但如果你用微软 像我们现在系统 就用Windows Windows 里面装 Eclipse 那他就要 Eclipse 就要遵循Windows 的相关编码规范 所以你会发现 他基本上就是用这个 A-N-S-I 或者另外一个名称 叫 CP950 那如果说你将来 假如说你不希望 让这个档 读取会失败的话 很简单 你就把它存成 A-N-S-I 储存 就不会乱码 不是不会 不会有那个开启不了的 这个问题 那不过 这个就是微软 他之前的版本 他都用这种规范 那后来我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微软你不合群 然后来 这个微软你可能听到了 所以在后续最新的 Easeer版本 他真的不用这个了 但是他也不是改Youtube 8 他是改一个unicode 那unicode又跟Youtube 8 又不同规范 所以又不一样 即便是 好像unicode 但是还是有问题 OK这个是另外的 一个部分 所以大概注意一下Youtube 8 所以如果未来你假如要开启 正确的话 那我们怎么做 一 你可能要先把那个这个档案 我们先把他丢到我们这边目录里面好了 不然如果你没有丢过来的话 他的位置是在哪里 在下载 所以如果你在下载你可能会 抓不到他 所以怎么办 一 拖拉到这个source里面就可以 或者复制贴 也可以 因为Eclipse有支援拖拉放 所以你直接拖拉 放开就可以 他就丢进去 或者第2个方法 你可以找 按右键 复制他 这边贴上也可以 我习惯是拖拉 所以拖拉 记得要拖拉对的位置 放开 他问你是不是要copy过来 是 OK 好 那我就 已经把member拖拉到这边了 打开OK 打开也有出现 member有了 第2个话 我怎么读取 那读取的话 其实也非常简单 我就直接怎么样 直接就是跟他讲说 我的目录是在 不用跟他讲 因为 他目前就已经过来了 那第2个的话呢 就是R 读取 那如果后面我先不要加什么 不要加那个 就是 编码方式的话 再来做什么呢 接下来就是说 我前面加一个 变数叫List1 List1是自己取的名称 然后呢 等于 F点什么呢 特别重要 刚刚是 因为我的资料 刚刚是Reader ReaderLine 有没有 加小刮魂 可是问题 特别注意 Member里面 他不是只有一行 所以如果你ReaderLine 他会只有读到 第1行 这个地方怎么办呢 记得 你可能要加ReaderLine 加S ReaderLine 这还蛮妙的 我觉得他这个 Python的 这个设计者 还蛮有巧思的 藉由一个 S 有没有 读到一行 或其 多行 然后后面 我们一样加个小刮魂 那他就可以帮我怎么样 把里面的资料 分别呢 一行 读取 逗点 第2行 逗点 第3行 逗点 然后呢分别把它放在串列里面 串列 应该有一个概念 但问题来了 如果说我今天呢 假如说把它print出去 假如后面 我先 我要把它输出的话 那你其实可以 print 一样 一样 printer 假设 我把这个lis 把list 把它直接输出的话 那你会发现 它就变成像这样 第一行就出错了 他会说 CP950 有没有 刚好提过 因为我们这个档案 内建的那个格式 是 UTL8 所以 他会读取失败 两个方法 要不就是你把什么 把这个格式 存成ANS存档 他就不会乱 不会有刚刚那个讯息 就OK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 如果你不改 档案格式的话 那请你在读取的部分 增加一个什么encoding 就是说我今天 我的读取方式 encoding 变成说要跟他讲说 我的编码方式呢 要用什么 UTL8 所以UTL1-8 就可以了 OK 变成说这个要档 要不就是你改档案 念存新档 存成ANSI 要不就是说 你跟他讲说 那我读的方法 改成UTL8 这样的话 我们把它 执行看看 执行 OK 这个时候的话 他就会 帮我把资料 读进来 那他就是什么 一个 有没有 两个 一笔资料 有没有 而且你会发现 每个后面都会加一个换行 有没有 反斜线 然后呢 这个一个 S类推 就是到最后一笔资料 总共有50笔资料 最后一个结束 而且是一个串列 一个头一个尾 OK 好 但是问题来了 如果今天不希望变成这样 我希望怎么样 不要输出一个串列的话 那我应该就是把它怎么样 把它用那个回圈的方式 for什么呢 几个方法 for line for each的意思 这个 for line 就是这个变数字一取的 in这个list里面 list1里面呢 然后我怎么样呢 把它print出去 不过print出去 一个一个 等于读一行print出去 print本身后面 还会加换行 所以我把它输出看看 直接执行 OK 你会发现输出了 不过输出的话会有个问题 奇怪 换行就一个就好了 你干嘛换两行 因为我们刚刚看到 他那个有反斜线N 反斜线N 会影响 另外print本身有一个换行 所以会多换一行 那怎么办呢 其实两个方法 要不就是直接把那个 我们每个字串最后面那个 那个反斜线N拿掉 要不就是怎么样 把print 输出的时候 不要换行 好像感觉 print不输出 换行比较简单 end 等于没有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end等于没有意思说 最后 不要帮我换行的意思 把它执行看一下 OK 输出 这样的话就OK了 所以你会发现 外部读档 在那个什么 那个 Python里面 真的非常简单 他就直接这样就可以把它读进来 另外甚至 读档还可以更精简 连这一行没有 可不可以 其实也可以 我试过 如果你不用realize 但标准座把这样 后来发现 你用这样 inf 你可以把这个f 物件 当成是一个 串列来 读档 结果后来发现 可不可以 结果也可以 虽然说这个f里面 不是一个串列 但是他还是可以 把它模拟成 类似 那个串列的方式 逐一逐一读 不过这个 这个有点是比较无法解释 我反而 发现应该是 这样子会比较好解释 就是你什么 开了档之后 把它里面的档 里面的那个串 全部都读 出来之后 放在串列 再逐一逐一的输出 这样是比较OK的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如何把资料读进来 但第2个的话 也许你可以试一下 如果你今天 你不希望怎么样 加这一行的话 那你可以把这个档 把他怎么样 看用Open 你可以另外的方法 OpenVis 把它用什么 用那个Test Editor 这样开 把它存档 存成那个什么 存成那个nsi 这一行就可以不需要了 另外呢 假如说 给各位一个 考题 因为你可以想想看 目前是全部读进来 1到50 如果我今天只希望1到5 读到这边就好了 只希望 不要全部 只希望读到这里 为止 诶 那程式该怎么写 这边是读全部 For each line in 这个list 那如果说你今天只要读 到第5 编号5的话 其实这边可以改成什么 For I in range OK 刚刚有写过类似的 那个概念一定要很清楚 你要马上可以随机 如果没有这个概念的话 以后 你会 变成全部都读过来 可是我只要部分怎么办 你就不会写了 OK 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切往给各位试一下 所以第1步 请各位就是 先把那个member先拖拉到那个 我们的 根目录下方 我们先用相对路径 把它读取 那当然 未来如果你要 把它改成绝对路径 比如说老师我不要 拖拉过来 我要直接 就是在那个位置 以后的话 就固定在那个位置的话 我可不可以用绝对路径 当然也可以 所以这些通通的细节 如果你这些细节 都可以解决 的话 那以后 我想你要处理任何 的档案的 问题 应该 应该就都没有问题 因为 想得到的问题 应该 通通有想到了 OK 所以包含就是 档案的位置 档案的编码 有没有 读档的方式 还有那个输出的方式 这些都 熟练之后 以后如果你在处理其他东西 应该就会更加轻就熟 大概是这样子 那还有那个证照考试题 里面其实也有一类 专门是针对 那个读档 开档的部分 去 衍生出来 不过它是第九类 所以如果你对那个 开档存档 写档 还有就是说编码方式 还有其他 相关的问题 有兴趣 可以试试看 第九类 那证照考试题的第九类 也是最困难的 难度最高 最复杂 OK 所以这个部分 请各位 可以试试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